哈喽,今天要来跟你分享到八款让我一闻就想起了秋季的香水 它们也是一些到了秋季我就会想到来用上的气味哦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氛蜡烛,所有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个香气的爱好者,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知道你们秋季要到了,而我是一个非常笃信 气味绝对是与我们的记忆有着深度的连结的 那今天就来分享到我手上这八瓶,它们都是让我一闻就闻到了秋天气息的香水 那首先第一瓶来说到的呢,应该是2023年 Zoologist他们家的秋季香水吧 说的就是Zoologist他们家这一款Chipmonk花栗鼠的气味啦 Chipmonk这瓶香水呢,完全是一个红叶的气味 Zoologist他们家每一瓶香水呢,都是以一种动物 这次也就是花栗鼠嘛,作为灵感 通过气味把你带到了这一个动物所身处的环境当中 而这瓶香水正正就是把你带到了那一个铺满了红叶的森林里面 脚底下干燥的树叶 树叶底下呢,甚至还会有着烧带湿润感的黑色泥土 而在你身旁的不远处呢,你还能看到花栗鼠正在搬运着它采集回来的橡果 这一些红叶干燥的木质调,微微湿润的泥土气 花栗鼠所搬运的橡果,所带有的果仁香 这一些都装进了这一瓶香水 也可以说是一瓶呢,把秋季装进了香水瓶的气味哦 而对于Zoologist这一家香水 很多人会比较害怕的 动物感的气味在这瓶香水里面是非常低调的 只是隐隐地藏在了基调当中 我会说尽管你惧怕动物感的气味 这瓶香水呢都会值得你大胆尝试哦 那说到红叶,另外一瓶也会让我想起红叶的香水呢 说的就是Mesa Magella他们家的这一瓶 Autumn Feist的香水 名字蛮好听的耶 无叶秋生的气味呢 它是一瓶呢,相比起刚才Zoologist他们家的Chipmonk 多了一份甜感与滋粉感的红叶气味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 这瓶也是一个蚊子 这个就会让你想起了秋季的香味 香水呢会先从一个微微带有甜感的 辛香料的气味作为开场 这包括了小豆蔻与粉红胡椒 再慢慢发展到一种明显具有粉感的木质调气息 是一个我觉得很容易接受的辛辣感的木质调 也是一款你从气味呢闻到了秋季的红叶 那种红褐色的大树木树干的木质感气息的香水 如果你是享受辛辣感 甚至是带点烟熏感的木质调气味 有机会也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一瓶Autumn Feist的香水咯 那除了红叶以外 配合着果仁香气的木质调气味 也是一个对我来说秋意浓浓的香气啦 那今天我选到的这瓶果仁香呢 是我觉得一瓶呢 和市面上比较多的美食感 作为主打的果仁香气味 很不一样的香气 说的就是Jumalong的这一款 English Oak and Hazelnuts的香水 而这瓶是我觉得一个完全无性别 年轻感的木质调 而且我觉得它是一瓶呢 你想要木质调气味 同时不想太男人了 又具有洁净感气息的人群 整瓶香水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线性的气味 虽然香彩表里面没说 但我感觉里面有着像是椒兰他们家的香根草 像是Crete他们家的香根草 那一种带有绿感的甚至微微辛辣感 精油感的香根草气味 再配合上淡淡的一丝针子 与这个我会说是淡黄颜色的干净的木头气 这里面给你呈现到的秋季场景 并不是刚才的 你会被红叶干燥的树木手围绕 反而是一个更轻冲更阴凉的森林 你在森林当中 你时不时还会拉紧你的外套 感到了微凉感的环境 所以想到果仁香 今天也想来聊聊这一瓶 给到你完全不一样香气感受的果仁香 那每到换季 进入秋冬天的时节 我就总会想到来用上 我手上的一些美食调的香水 而这两瓶呢 就是我觉得非常秋季的气味 那第一瓶来说到的呢 就是Fasai他们家的Ten San Du香水 我也会说它就是一块 只有三分糖甜度的 加入了很多 包括了肉豆蔻等等的辛香料 再结合上红糖与苦橙 做成的深褐色的蛋糕 会有的气味 这瓶香水的美食调感觉 绝对是突出的 但我觉得它是一款呢 更成人式的更有高级感的美食调气味 而在这个蛋糕的气息当中 时不时你还能闻到了一阵烟熏感 闻到了一点点在甜味当中的苦味 这些无疑都是让这瓶香水的层次更丰富 更值得你细细的去欣赏啦 而穿上它绝对能给你达到一个 具有亲和力的同时 又很有自己见解与想法的形象 不得不说每一次闻到还是让我这么的喜欢啦 那今天的另一瓶美食调香水呢 选到的就是Scent of Oud 他们家的Praline in Maple的香气 这瓶起初单纯看名字的时候 我会害怕它是一瓶甜度非常高 甚至会有那种厚重感甜腻感的香味 但真实闻到以后完全不是 所以如果你和我同样有这种想法的话 真的可以大胆放心的去尝试 虽然它的名字有Praline 说是有这种果仁印糖的香味吧 但我觉得这个果仁印糖的气味 是被带有辛辣感的辛香料 包括了宫丁香粉红胡椒 还有乳香与Chesnut栗子的 这种果仁的气味所包裹着的 整瓶香水反而是很好地给你打造了一种 具有包覆感的更蓬松的轻盈的暖感的气息 而里面的广获香配合上具有粉感的 玉创木所组成的香水基调 让穿上这瓶香水的人呢 会给到别人非常踏实的沉稳 甚至儒雅的形象 而当你穿上它一个多小时往后吧 香水的甜度渐渐的降低 你主要能闻到的木质感的气味 也绝对能让你闻到了秋季红色黄色的枫叶 所带给你的干燥的木质调香气 绝对是一瓶呢 与他们品牌的形象非常符合 与秋季非常契合的香味哦 好那说到秋季 会让我想到的花香绝对是桂花 那今天呢我会选到了一瓶桂花的香水 说的就是I'm Watch他们家的 Jenny Woman这一瓶 桂花绝对是整瓶香水最突出气味的香水 我会说Jenny Woman这瓶香水里面的桂花香 是把桂花自身所带有的特色特点 发挥到极致的香味 里面的桂花有着明显的apricorn 杏果的果香 有着浓郁的油润的那种黄色花朵的特质 同时随着你穿上时间越久 桂花所带有的那种皮革的气息 也会越发明显 也是当这个皮革变得更明显的时候 当它配合上葬红花、茉莉、小豆蔻、肉豆蔻这些的辛香料 又让整瓶香水的一种桂气、成熟感有所增加 我会说它是一瓶自带滑桂感的 穿上马上会让你的气场有所提升 身价有所提升的桂花香气 同时它也绝对是一瓶更适合秋冬天 扩香与持香能力都非常不错的桂花香气 喜欢桂花的你呢 有机会看到 一定要拿起来尝试一下 那除了桂花以外 黑树栗、黑树栗叶 这两样也是马上会让我想起了秋季 甚至是深秋的香材 因此呢接下来这瓶香水也必须在今天的影片当中 说的就是 Deep Tea他们家的影中之水 我手上的是他们EDP版本的气味 那影中之水里面最明确的就是黑树栗的果香 黑树栗叶带有的那种酸感的绿叶气味 再加上大红玫瑰的花香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反正每一次我闻到这个气味 或者点上Deep Tea他们家的Base 那瓶香氛蜡烛 因为这两个就是有着非常相似的气味 都会让我马上想起了秋天 我会觉得黑树栗或者黑树栗叶 所带来的这种果香啊酸感啊 与其他的更清爽更清新的柑橘调啊 或者是苹果啊蜜桃啊芒果啊等等的这些果香 不一样 黑树栗黑树栗叶给到我的一种水分感 没那么充足酸感更高的果香 闻着它的气味仿佛会让我走在了秋季的夜晚当中 两旁都种满了黑树栗的布道上 环境中清冷的空气寂静的气氛 都会让我整个人平静下来 好那今天最后一瓶 让我想起秋季的香水呢 可能就有那么一点点 出乎你们的意料了 也算是一瓶蛮冷门的香气吧 说的就是Chiton他们家的Affili 这一瓶香气啦 那这瓶呢也是一个 具有黑树栗叶气味的香水 但和刚才Deep Tea的影中之水不一样 黑树栗叶在这里呢 只能算是第二主角吧 这瓶香水最主要的我会说 是橡木台与长青藤的滤杆 而由黑树栗叶长春藤 橡木台所组成的这一种滤杆的木质调 也会是你在穿戴上这一瓶香水 整体你最明显能感受到的 具有成就感的滤杆气味 其实在春夏季来用上它 也不会违和 但我觉得这瓶香水 所描绘给我的 古旧的铺满了青苔的 城堡花园 那种潮湿的石头地板 那种已经被荒废多年 甚至都长出了青苔 霉菌的木质栅栏等等的 这一些组成的长径 是一个在秋季下的长径 所以在准备今天的影片 我的脑袋呢 也在我这么多的香水里面想到了它 而且我也觉得 不管是黑树栗叶或者橡木台 这一些的香材 也是我觉得与秋季有着连接的气味哦 好,那今天呢 就跟你聊到了八瓶 闻着就让我想到了秋季的香水 那不知道有没有哪一瓶香水 也是让你一闻就会想到了秋季呢 我相信一定有的 那希望你也会留言来分享给我们大家 让我们可以知道更多咯 那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 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